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维仁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 在这个第九轮的中美经贸高别级的挫伤 在美国现在呢 刚刚结束的是美国总统川普 与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会面 在这次的会面当中呢 川普讲到了几则比较重要的讯息 其中呢就是到底会不会和习近平进行会面 他表示呢这个呢 希望如果今天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话 那他十分的期待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面 不过到底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呢 他表示要到四个礼拜之后才可以完全的确认 而这当中呢 在四个礼拜当中如果完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可能还会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可以让这个协议完整的 让他在文字上呈现 我们之前曾经报导过 根据一些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们的措辞用字 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十分的坚持 所以相信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呢 可能也就是针对过去 在这个北京的第八次协商当中 双方争执不下的一些单字上面 要为他预留一些时间 那其中呢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现场的这个 对记者的这个记者会 川普表示呢 在军事方面呢 中国和这个俄罗斯都跟美国一样 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在这上面 那他相信呢 这些经费可以用更加的方式来使用它 他并没有很明确具体的表示 这要怎么样的使用 他当时就转头向身边的刘鹤问他说 你觉得对于京市上面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更具体的协议呢 刘鹤他也很含糊的说 It's a very good idea 他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但是双方在军事方面 有什么新的这个想法 或是新的协议呢 在这次的记者会当中 并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又说到了跟这个习近平的会议 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 他表示 If there's a deal There will be a summit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一次呢 他们的协商十分顺利的完成的话呢 他十分期待与这个习近平的会面 他相信 像我们刚刚说的 在四个礼拜之间呢 可以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 那也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可以把这些内容 把它完整的用文字的呈现 不过呢 他的态度看起来是十分的正面 他说 It's looking very good 现在看起来呢 是以大家都希望的 这个方向在前进 他还说到 这一次的协商当中 有非常多 就是他认为十分 他的用词呢 是Lots Difficult Points 表示有很多之前 他们在讨论当中 可能比较难 达成协议的 这个争执点 在这一次 刘鹤来到了 这个华盛顿 第九次的 这个中美经贸 的磋商当中呢 大家也都有 十分有建设性的讨论 他认为呢 在四个礼拜当中 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是非常非常高的机会的 他也说到了 在这个对于全球的责任上面呢 他认为 中国和美国 双方都可以 更出更多的力 他认为呢 这个协议呢 他其实 除了对中国和美国之外呢 对这个全球 所有的国家来说呢 都十分的重要 他说这份协议的重要性 就如同是要登月 其实在和刘鹤会面之前呢 川普在白宫就对了这个 谈判表示十分的乐观 他说 中方非常希望可以达成协议 那这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协议 如果不是很好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签署 他谈到 目前的谈判 其实是十分的顺利 他还说 我们将会看到 发生什么呢 就是这一年多来 当中这个讨论呢 这个back and forth 一直来来去去 那其中呢 美国一直在遭受损失 每年四五六千亿美元的损失 所以他认为这次谈判 这当中呢 他们也针对这个美国的损失 重点式的谈判 目前是发展的十分的顺利 他也说到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 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 在技术 知识产权 切到这些 刚刚他说的比较难 达成协议 达成共识的议题上面呢 其实在这一次 第九次的协商当中 他们也都谈到了 并不会缺少任何的东西 但是看起来呢 他们还是有一些焦灼点 这个谈判呢 会持续到周五继续进行 而在周三的时候呢 在这个华盛顿举行的谈判当中 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呢 其实就是要让川普和习近平 他们可以会面 所以要针对这些核心问题 进行讨论 而白宫的经济顾问 Curtle他周三也表示 中方首次承认了 美国多年以来提出的问题 窃盗知识产权 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 还有网络黑客等议题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也促使谈判的进展更为顺利 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 这个双方讨论的协议草案 可能里面会包括的内容有 北京完全履行承诺的最后期限 会在2025年之前 并在此之前呢 完成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的承诺 容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大陆 建立全资的企业 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 中方如果不履行承诺 美方就可以采取报复的措施 而中方在其他承诺呢 必须在2029年之前完成 如果没有履行的话呢 美方就不会采取报复的措施 中方应该签署协议之后的 90天到180天之内 履行主要的承诺 而中方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立场 在周四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他表示 习近平也十分期待 与川普进行沟通 他说 习近平也期待着 透过各种方式 与川普总统保持沟通 以上就是今天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维仁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